欢迎来到BioWhisperer频道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遗传学和基因组学的透视概述 那么让我们在这个视频中讨论它们之间的分别 首先,让我们从遗传学和基因组学的特征开始 它们其实是非常相似的学科 它们都关注生物体的DNA,主要区别在于范围 遗传学是指基因组内的基因 而基因组学是指整个基因组 研究遗传学和基因组学对于将这些技术应用于医学很重要 疾病的根本原因各不相同 有些疾病是由特定缺陷基因的遗传引起的 但大多数疾病来自环境因素和身体反应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 因此,遗传学在理解由特定缺陷基因引起的疾病方面发挥着作用 而需要更广泛的基因学方法来解决更复杂的基因组和环境如何相互作用的问题 这说明了这两种技术如何在研究工具箱中占有一席之地 遗传学 遗传学是对基因突变如何影响基因功能以及这如何在人群中传播的研究 在通过DNA测序研究基因之前,可以通过对表型的影响来追踪它们 这种研究遗传学的方法称为经典遗传学,而其他方法包括分子遗传学 它结合使用克隆和DNA测序来跟踪基因并研究其产物 经典遗传学 古典遗传学是由研究豌豆植物的Gregor Mendel开创的 它在仔细控制任何杂交育种的同时跟踪豌豆植物的外观 通过这些仔细观察 它注意到一些表型跳过了一带 并提出了每株植物都有两个基因拷贝的理论 每个基因都有一个拷贝,而且这些基因可能是显性的,也可能是隐性的 显性基因的表型将显示隐性基因的表型 但该隐性基因可能会传递给下一代 如果两个基因都不是显性基因,则将显示隐性基因的表型 通过这种方法,可以研究某些表型相关基因在人群中的传播 这种情况随着DNA测序的出现而改变 允许经典遗传学应用于没有相关表型的基因 而分子遗传学的出现允许研究基因产物 我会感谢您通过单击喜欢按钮并订阅 在分子遗传学中,携带感兴趣基因的DNA片段可以放入细菌智力中 这些修饰的智力在细菌中生长和表达,从而可以研究它们的蛋白质产物 通过这种方法,可以研究基因中的变异,以了解它们如何影响产生的蛋白质 此外,这些DNA片段可以被有意突变,从而允许研究特定突变的基因 从而促进对基因作用的理解 然而,这并没有考虑到需要研究整个基因组的调控基因组元件的作用 基因组学 随着遗传学领域,随着技术的进步而发展,它提供了对整个基因组进行测序的机会 基因组学是对整个基因组的研究 基因组学在许多领域包括医学、生物技术、人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得到了应用 例如,在合成生物学和生物工程方面,基因组知识的增长使得合成生物学的应用越来越复杂 2010年,克雷格·文特尔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宣布 成功部分合成了一种细菌来源于生殖之元体基因组的合成之元体 这对整个基因组进行测序的能力是一项相对较新的进展 对第一个人类基因组进行测序花了十年时间,耗资数十亿美元 但到2016年,一个基因组测序的成本约为1000美元 这为DNA和基因表达的研究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维度 因为DNA中包含影响基因表达的调控元件 基因组的可能性和挑战 能够对整个基因组进行测序开辟了许多不同的可能性 包括通过仔细选择更有可能发生事件 或通过基因构成追踪人类进化的患者来创建临床试验的能力 然而,基因组学研究中的一个挑战 特别是人类基因组学,是选择偏差 大多数测序的基因组来自欧洲血统的人 会歪曲任何数据和结论 截至2019年,大约80%的测序基因组来自欧洲血统的个体 而东亚血统的这一数字下降到10%左右 非洲血统的只有2%左右 这可能会产生严重影响,因为许多变异来自控制基因表达的调控区域 而不仅仅是来自基因本身 非洲人后裔的基因组是最多样化的 如果没有测序,这些丰富的信息不能用于改善医疗保健和了解它们独特的风险因素 展望着未来 遗传学和基因组学是近年来取得巨大进步的研究领域,这开辟了许多可能性 遗传学已经从通过表形外观研究基因的作用发展到基因的分子表达及其测序 这使得研究整个种群的基因,它们的遗传性和变异成为可能 而基因组学允许研究生物体的整个基因组 这使得研究不仅限于基因,还包括可能导致整个人群中出现的进一步变异的调控区域 不仅展示了这两种技术之间的相似之处,还展示了它们之间的差异 感谢您观看此视频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请按赞按钮并订阅这个频道以获取未来的更新